如果近期要选其中一个受到民众关注的部长 相信交通部长陆兆福一定榜上有名 发生骨城大LRT、Monorail和KTM这些公共交通的民众 不只是受过了污点渠道的问题 那些手扶梯等等的设施坏了很久都修不好 真的是挺令人生气的 不过最近有网民发现 等了上千年KLCC车站的手扶梯突然间修好了 有网民甚至还挖苦当局说 新部长上院果然会变magic 连手扶梯都能够正常运作了 其实网民会挖苦当局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些轻快体和单轨列车的车站手扶梯 坏了几年都没修好一直为人诟病 也绝对不是个个案 尤其是行动不便的朋友使用时更是困难重重 有车站的手扶梯五年内坏了三次政府 却还是原封不动没有运作 唯一的改变就是在维修通告上的日期是一眼再眼的 好了 陆兆福重长交通部之后情况会有改善吗? 现在下定论当然还是为时过早 不过相信陆兆福当初走马上任之后 乔装成普通民众突击检查 从买车票 搭电梯到月台等待 乘搭轻快铁等等等一一亲自体验的动作给了当局不少压力 在他发布的影片和照片当中 不少网民就特别在意手扶梯损坏这件事 还有人在推特上狂标记陆兆福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那后来还真的有网民拍到当局派出工人抢修车站手扶梯的画面 难道这跟网民的投诉跟陆兆福的施压有关吗? 这还不知道哈 但网民还是忍不住的调侃说 这是怕被吸引部长鸟所以再赶快开工吧 陆兆福早前到访Prasara那时也谈言 当局确实有收过手扶梯和升降梯等等损坏的投报 并且已经订购零件正在抢修当中 同时候今后的交通部陆路管理单位的机查委员会 机查范围将会扩大以便可以在第一时间解决设施损坏的问题 异兆福希望这个机查委员会可以快速地解决问题 避免各方把球踢来踢去 没有人愿意承担问题和解决问题 据说当局也在明年2月重新审视负责维修守扶梯的承包商合约 那好了 坏了很久的车站设施突然间修好了 对老百姓们来说肯定是件好事 希望这不会是新部长上任之后昙花一现的新气象 你有遇到哪些车站有同样的问题吗? 已经修好了吗?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们 记得订阅热点Housefly关心国内外大小事 同时也别忘了点赞和分享这支影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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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